6.1,这里跟大家讲一下PS里面如何制作真实通道 首先我们把PS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导入我们的图片 比如说这张图片我们拖到我们的PS里面 这都是我们这张图片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图片的颜色模式改一下 找到Image,然后Mode,然后改成RGBColor,然后改成CNYKColor 好,点击确定 这就是一个CNYK模式的图片 然后把这个图片复制一层 然后这个图片呢 我们需要选中,通过模棒啊,快速选择工具啊,或者其他的选择方式啊 我们选择我们想要打白或者打光油的区域 我们把这个区域,比如说这里面有这个孔雀轮廓 哪里想打浮雕效果,哪里想打光油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给这块区域给选出来 我们这里就使用那个颜色范围来选择 找到这个颜色范围 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想打深蓝色的区域 我们想打白呀,打光油啊 我们这个选中我们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好,然后比如说我们还想要选其他不同颜色 我们这里点这个加号,这个这个笔有个加号 我们就选中这个 不用想选这个绿色,我们选中一下 选中之后我们再调一下 看见这个白色,这个预览头的白色范围就是我们想要选的 然后我们这边调整点OK 这就是虚线包围的区域 就是我们选中的区域 我们可以复制下来,然后看一下 然后这样我们选中的区域 然后我们快速选中之后 这颜色我们选中之后 就可以对这些我们选中的颜色 比如说这里我想打白或者想当光油 我们给它新建一个专色通道 然后这里channels 然后点击右边这边 然后有个newspotchannel 比如说我们选中它 这里可以随便选什么颜色都可以 然后密度一定要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密度 然后点OK 名字我们命名为W1 点OK 同样的别的通道 如果想创建新的通道也是一样的 我们常见的就有两个通道 打W1和W2 打W1我们一般用到打白色 就是打白底 打浮雕的白底 W2我们用到打光油 光油的也是一样 就是跟刚才方式一样 我们想要快的话 就是把这个通道再复制一层 复制一层通道 给命名为W2 然后复制一层就可以了 这是两个制造好的专层通道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制造好之后的 我们可以专门看一下这个通道 知道我制造通道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一定要把这两个通道选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黑色的部分 然后就是这样突然保存下来 然后存命名 和命名字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格式的话 保存类型 我们一般选择TIFF 然后保存一下就可以 好我们找一下 刚才保存之后 我们找一下啊 就这样图片 这样图片 可以打开看一下 我们电脑上打开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用那个蒙胎啊 我们专门打印软件是没有关系的 好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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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